接下来呢我们来做一个实操案例 那么大家现在所看到这个屏幕上呢 一共有四杯咖啡 这是第一张素材图啊 那么第二张素材图的话呢 是这个啊 这个里面的是没有咖啡的 那大家应该知道要干什么事情了 我们呢可以从这四个咖啡里面 去选一个你喜欢的一个造型 然后呢将它合成到 我们这个杯子里面去就可以 那么来看一下怎么去进行操作呢 这个里面 比如说我就选择一款这个吧 我们选择一款这个 这个也行啊 然后选好之后呢 因为这个图片的画质呢是比较大的 画质又很清晰 然后尺寸呢又比较大 所以说我们可以呢 把它这里先抠图 先进行一次抠图 抠图的话呢 就要选择一个比较合适的工具 对它进行抠图 对于这种造型而言 我们最快的抠图工具是谁呢 就是使用椭圆选区 对吧 因为它是个圆形的啊 我们画一个Android Shape键 画个正元 对好 画出来 画出来之后呢 我们在这个基础上 Ctrl加C是复制 然后在这张图片上 Ctrl-加V粘贴 粘贴过来之后 首先第一件事情 去调整大小 我们呢 先把大小调的跟这里差不多 再给它稍微的变大一点点 行 这样就可以了 双击确定 那确认好之后 现在这个表面上看起来 还是会显得有这么一点的假 因为它的边缘过度呢 是非常生硬的 所以说我们接下来呢 来选中这个图层 添加蒙版 使用画笔工具 这种情况下 非常适合使用画笔工具 使用画笔工具 前景色呢 是黑色 不透明度 我们适当的提高一点 但是不要百分百啊 适当的这个 大概百分之三四十 差不多就可以了啊 画笔的大小呢 来缩小一点 好 我们在这个边缘 给它进行这个涂抹 在这边你就多去涂一涂就行 然后这里也是涂 那涂完之后 你会发现呢 这个边缘上这个过度感 是不是非常的明显 非常明显的话呢 其实也不好 对吧 所以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画笔右键 将它的这个硬度啊 稍微的啊 排高一点 就让它不要那么的虚化 就可以 好 我们继续 在这个位置 看我这次再去擦的时候 它就没有说那么的虚化了 看着也会更加真实一些 继续擦 那么在擦萌板的时候呢 也是要非常有耐心才可以啊 因为你擦的时间越久 我们最终所做的这个效果呢 也就会越好一些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我先给它重新的啊 按住X键 看我现在擦的是白色啊 再把这里重新给它擦回来 灵活使用就可以 好 让它们不要那么的生硬就行 行 然后我再稍微修一修 这边继续点 这边再点一下 好 那么点完之后呢 我们百分百查看一下 那么这样去进行查看的话呢 就会比刚才的效果呢 要好一些 它的边缘上就没有说那么的生硬 跟我们下面这个图之间 就产生了一个这种混合 就边上啊 产生点这个混合的这种效果 好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第二张这个素材 那么这个组合的话呢 是一个夜景 这是一个银河的那个拍摄的一个场景 那我们要干什么事情呢 我们要把这个部分的银河的这个图片呢 合成到这个位置 这是我们这里要做的这个事情啊 好 你看怎么去操作 先使用套索工具 这种情况叫用套索工具 我们先把这边这一堆 多去选一下啊 先把这边这一堆啊 先选中 Ctrl加C 复制 Ctrl加V 粘贴 好 那么粘贴过来之后呢 Ctrl加T 我们适当的旋转一下 这个东西的角度 再适当的 稍微放大一点点 好了 那放大之后呢 我们下面要做的这个事情 就是给它添加蒙版 添加蒙版之后 使用画笔工具 将笔刷呢 稍微放大一些 因为外面这个地方呢 肯定是要擦掉的 所以你要把画笔呢 再放大一点 然后不透明度 直接拉到百分百 对一定要去擦掉的地方 就直接百分百就行啊 先把外面这个大面积的区域 先给它擦除就可以 擦到这种程度之后 我们再将百分百进行降低 因为下面要把边缘再去过渡一些 现在这种情况非常不过渡啊 我们要继续降低 降到百分之二十左右就可以 降到之后呢 在用画笔擦的时候也有讲究 画笔呢不适合说特别特别的小 你这样擦出来的话呢 这个边缘更生硬 知道吧 所以说不要把它做得特别特别小啊 那这种情况我们要再放大一点 放大一点之后呢 用我们画笔的边缘去擦 你不要这么去擦 你这么去擦的话 可能也不太过度 而且擦着擦着 就把你的东西擦擦没了 擦光了 我们要用画笔的边缘 这小圆圈的这个边缘 这样慢慢慢慢的 一点一点的去靠近它 这样就会让这个效果呢 变得更加过渡啊 上面这里呢也是如此 慢慢的去靠近它 那我觉得我现在这个透明度呢 还是有点高 要再去降低一点 那再这样慢慢的去擦 对啊 你看像下面这个区域呢 其实那种过渡的感觉已经出来了啊 那么再处理一下上面这个位置 上面这个地方 然后继续 慢慢点 这里我们也是慢慢点击一下 到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可以把我的画笔呢 稍微的缩小一点点啊 缩小一点点 然后在这里继续 慢慢擦 那么其实现在的话呢 这个过渡效果呢 已经蛮不错了啊 这里还有一点再擦掉 那上面这个地方呢 上面这个地方越来越黑 这个位置越来越黑 我们继续 继续呢 点 就我们要做到的是 让图片之间产生一个这种混合的这种效果啊 混合感 你要是擦多的话 你可以按X键 把白色显示出来 然后再给它补回去 都可以的 再加上我们之前不是学习了调色工具吗 对吧 我们可以呢 对这个银河 给它添加一个调色 比方说添加一个色相饱和度 大家创建减天蒙版 剪进去 因为我只想对这个位置单独进行调节啊 你要创建减天蒙版 那么剪进去之后 可以勾上着色 我们可以呢 去调整一下这个银河的一个颜色 包括像它的饱和度 这里的饱和度 我可以适当的降低一点 然后颜色呢 也是适当的调节 明度也可以稍微调一下 我这里还是啊 每个人调色的感觉不太一样啊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 这种感觉去调就行了 那么加上去之后呢 我这里之所以去添加一个调整图层 目的是告诉大家啊 我们这个里面的调整图层呢 都是什么 自带蒙版的 知道吗 看它后面有一个白色的板子 这个就是蒙版 就是我们今天所学习的这个蒙版 也就是说啊 它这里面什么意思 你可以用画尾工具 用画尾工具干什么呢 我把不透明度稍微高一点 好 我用它擦黑色啊 擦这个黑色 你看 我就可以把一些部分的颜色给它擦出来 知道吧 这是干这个事情去用的啊 因为这个色相饱和度的话呢 是把下面这个图层的颜色 给它取消掉 那我呢 就可以通过蒙版啊 把一些部分再给它重新擦回来 我就不让它取消掉 就这个意思啊 调整图层这里面 都是自带蒙版的 不用我们再去添加蒙版了 这个要记住 好 那我先把蒙版恢复过来啊 我觉得只有这个啊 这样颜色比较搭配一些 再看一下我们第三个组合啊 第三个组合 第三个组合的话呢 是我们要把天空 把这个天空 给它放到这个里面去 因为这个场景中啊 它的天空就比较平淡 没有什么云彩 然后这个画面中 这个天空呢 就云彩 细节更加丰富一些 好 我们通过第三个组合呢 会学习在使用蒙版式的一个操作技巧 这个里面我们怎么做最快呢 首先我们第一步啊 要先把这个山 给它选中 我们可以选择快速选择工具 把这个小圆圈放大一点 按右中口号键啊 把这山这样快速选中一下 然后这个位置的话呢 我就稍微剪掉它 剪掉一部分 那选中之后 如果说当前画面中有选区 看它现在里面是不是有选区 如果说现在有选区的情况下 你点击蒙版图标 这是什么意思 只保留选区内的东西 这样就很方便 对不对 非常的方便啊 如果说有选区 你就直接点蒙版图标啊 这样只会保留选区内的这个东西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只需要将这个图片 把它当成背景图 调整一下图层的顺序 这样不就行了吗 对不对 你看这个操作呢 还是非常简单的 那你放上去之后 你就可以呢 对图片的颜色进行调节 你比如说我们这个山 这个山跟那个天空的颜色之间呢 感觉这个差异还是比较偏大的啊 所以说我们可以稍微把山的颜色调整一下 然后天空的位置可以让它稍微露出一点这个水的感觉 有一种空间感 行 那我现在把这个山啊 颜色稍微调一下 我可以选择什么呢 选择 色彩平衡 因为色彩平衡的话呢 它可以为我们的图像去添加一些这个颜色 我给它添加一点这个蓝色 添加一点这个青色 但不要加太多啊 稍微加一点点就可以了 加一点点就行 行可以 好 那么我们现在就是做了三组图 通过这三组图的话呢 目的是希望大家呢 可以对我们蒙版的添加 以及蒙版的这个编辑啊 有个更加深入的一个认识 并且呢 我们在最后一组图中呢 是学习到了蒙版的一个操作技巧 其实蒙版这个东西啊 东西并不是说很多 但是它有很多的这种操作技巧 我们在这个例子中 所使用的操作技巧是选区蒙版 也就是说 当我们的画面中存在选区时 点击蒙版图标 它呢就会保留我们选区内的这个图像 这是非常想事的一个这么个操作 好 那下面的话呢 大家可以把这三组图呢 来实际的去操作一下